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好安静过日子不闹事 才让他自己住 安分手几点 回到家将过给少爷插尸脸上的伤口 只要怪他怎么能说出身份 就是为了不被发现才这么辛苦 小心点 少爷却很享受现在 觉得很幸福 反问他不幸福吗 可以尽情点炸鸡去 可以跟他通宵打电动 可以煮泡面去 将过承认自己很幸福 少爷向他撒娇不想去英国 将过让他别这样 少爷扑上去 被踢翻在地 装作摔腾手臂 引来将过关心 顺势用双球把人夹住 笑闹钟 说要使出绝招 根基落点 他亲揪将过耳朵 将过耳朵瞬间红透 被掀翻在地 一脸无奈 揪耳朵是少爷的坏习惯 将过带少爷去一家新开的炒年糕店吃饭 老板娘笑着问他们公寿 两人一脸懵 刚好老板娘女儿惠美放学回来 老板娘花痴的看着江国向女儿介绍 这位就是自己说的头号客人 是个长得很帅 让人赏心悦目的孩子 吃完出去 他俩发现惠美跟在身后 惠美看着江国 说老妈每天都在说他 他比想象中还帅 掏出手机想要他的电话号码 少爷很惊讶 不是要自己的电话号码 而是要江国的 江国麻溜给了他 人一走 少爷的触境上来 皮笑若不笑的问江国 给了电话号码开心吗 得知给的号码是假的 他瞬间喜相掩开 夜里趁江国睡着偷偷检查他手机 确定是假号码才安心入睡 隔天上学 杀娇说口渴 要他请自己喝巧克力牛奶 不去就挠痒 小仙和这个老爸吩咐来找少爷道歉 少爷笑着接受 小仙怀疑他是否真是TP集团会长的儿子 江国说不是 就算是也不关他的事 临走前小仙提醒少爷 别动自己第四任女友 少爷扑上去搂住他 建议和自己当好朋友 第四任女友才不会被抢 江国看他 捏人耳朵的坏习惯又犯 忍不住出手制止 下定决心 必须要让他改掉 少爷看江国不开心 问他怎么了 江国坦言 觉得那家伙不怎么样 少爷却觉得 小仙看起来不错 很可爱 江国吃醋的问他 说谁可爱呢 少爷自认为 现在自己比他还会打架 江国故意说 那以后不需要自己当保镖了吧 少爷有些受伤 提醒他 自己说过 那种话不能拿来开玩笑 江国很抱歉 少爷约他 今天来打一架 江国答应了 晚上再到场 少爷羡慕江国身材很好 突然江国手机响起 本来不想管 少爷拿起 发现是惠美发来的解讯 试问为什么 要告诉自己错的号码 看他一脸坏笑 江国很快反应过来 使他把号码说出去 少爷笑道 自己送了礼物 以后别埋怨自己 想做什么 尽管去做吧 号码确实是 少爷给出去的 得到号码的惠美 很兴奋 老妈却劝他 他们之间 不是他能揭露的 当然自己这年纪 任何事都逃不过自己的眼睛 他们两个超般配 后面却说 自己的想法可不同 江国和少爷打斗时 手机再接收到信息 少爷命令他去回信息 江国把他掀翻 说这里可不行 这是自己唯一可以 顶撞他的场所 少爷又想摸他耳朵 江国不让 少爷委屈道 明知道自己要摸耳朵 才有安全感 江国坚持 就算那样也不行 手机还在响 少爷发现 他胸肌太大 劝不要再练 还上手摸着调侃 江国心跳加速 掰开他的手 少爷立马疼了大脚 江国给惠美回消息道歉 说不是故意的 惠美难得心动 老妈提醒他 本来要结论好朋友之间 都会很难和疲惫 少爷的手受伤 已经打上石膏 故意对江国说 自己现在不能读书 也不能吃饭 自己要怎么洗澡啊 江国表示 不让右手碰到水就好了 少爷还在争取 想洗干净一点 不喜欢没洗干净的感觉 江国很坚定 自己是他的保镖 不是管家 少爷无奈 一边睡睡念 一边进去洗澡 江国收到汇媒简讯 被问周六要做什么 想了想便回复 周末没事 一起玩吧 突然遇事传来 少爷的惨叫声 江国过去 看着是身上也 目瞪口呆 少爷哀求帮忙洗澡 还说好冷 进浴室帮他解扣子 放水 挤洗发露洗头 少爷一脸享受 说好痒 江国让他忍着点 少爷感慨 想起妈妈 妈妈偶尔也会 帮自己洗头 江国认住停下 少爷邀请他一起洗 他退脱晚点 少爷站了起来 再次邀请他 江国坚持 等一下再洗 洗完澡出来 少爷问他 会会没消息了吗 江国诚实的 他约周六见面 少爷很惊讶 他既然自己计划好 直接向自己通报 真不像他 江国反问他 不是要自己谈恋爱吗 帮他擦干头发 少爷玩着 江国做的小玩意儿 要求他 谈恋爱以后 不能冷落自己 江国回到 那不是正好 是他叫自己谈恋爱 少爷记起 他没约过会 绝对明天交他几招 门铃响起 少爷劈腿 陷入女友的闺蜜 被女友找上门骂 连送的礼物都一样 是个混蛋 江国情不自禁 远远看着他俩 他的视线不能离开少爷 就算想闭上眼睛 也不可以 看着少爷 搂着妹子乐吻 他好想逃跑 隔天在家 做饭给少爷吃 少爷故意夸他 不但体贴 又长得帅 抬了抬受伤的手 安慰自己 江国无奈 为了一口盯着他看 直到憋不住笑 少爷吐槽他 什么都好 就是很难聊 怎么能一直盯着看 要提问题 才能聊下去 江国表示 自己会看着办 少爷决定 为他做约会特训 把人带到地下基地 顺便把小小孩来帮忙 少爷笑着问江国 没接过吻吧 昨天有看到自己 和米妹子接吻吧 一把把人拉过对视 交他 如何 心动了吧 恋爱就是这样 用突如其来的举动进攻 肢体触碰也是一样 不知道他能不能轮回贯通 很快 江国献水先卖 一把把他拉进对视 问 这样就行了吗 少爷很惊讶 江国又问 心动了吗 少爷意识到他生气 正想起身 被拉住警告 不要再做这种事 不要再刺激自己 算是拜托他 他也不喜欢这样吧 少爷开始认真考虑起 自己和江国的关系 认识很久 无时无刻都黏在一起 如同影子般的存在 那样的影子 有了自我意识 他的紧托 自己得答应才行 在外上加教课 少爷催手在旁边的江国 离开去约会 人一走 他就把手上的石膏拆开 说说一开始就是装的 无心听老师讲课 目光全都在 外面江国的身上 看他离去 眼里全是失落 转头跟老师说 自己肚子饿 江国和惠美 在家餐厅用餐 惠美很能吃 江国把自己的风给他 让多吃点 惠美坦言 自己想跟他亲近一点 昨天做梦 和他吃饭看电影 还结婚 说有两个孩子 江国听得差点呛水 突然发现少爷来了 惠美还以为是他叫来的 江国说不是 惠美八卦 他喜欢少爷 还是少爷喜欢他 江国解释 自己是他保镖 和他是主仆关系 少爷打了个电话给小贤 喊他来吃意大利面 小贤提醒他 自己又不是江国 而且突然打电话 叫得过去吗 自己很忙 少爷挂掉电话 看江国和惠美 气氛甜蜜 心情愈发愈闷 小贤没想到 他这么快就挂电话 很是尴尬 少爷点的餐 很快被送上来 惠美突然说 心好痛 背后有故事的男人 正好是自己的理想型 现在就像被电刀一样 江国考虑了会 认真到自己想要喜欢他 谢谢他 主动跟自己要电话 旁边的少爷听不下去 上前吐槽 那什么台词啊 你俩真的很不搭 都超奇怪 惠美提醒他 自己和江国还没谈完 请等结束后再说 江国表示 自己送惠美回去再回来 少爷无趣的回到座位 惠美并不介意尴尬的尴尬 反而觉得很加分 晚上等出来接 江国为少爷 假装手受伤的时候不爽 车来了 少爷却让他走路回去 借口感冒不能传染他 要彻底保持主仆关系 不顾江国拦住车门的手 关上离开 觉得影子不能拥有自我意识 但没一会儿 就让司机掉头 回去接江国 嘴硬叫他走路真走 怎么不坐公车或计程车 江国淡淡的 总是这么为所欲为 少爷打开车门 喊他上车 回到家 少爷坦白 自己这样对他是另一种愤怒 问他对自己 也有过这种感觉吗 江国却说 不懂他在说什么 夜里少也睡不着 求江国像妈妈一样抱住自己 被拒绝后 可怜兮兮说好难过 江国不冷心 还就转身抱住了他 班级躲避球赛 惠美所在班 对他俩所在班 惠美刚转学过来 没什么朋友 想和江国一起 提供老师清点人数时 惠美班多两个 惠美立马举手 申请调过去 打球时 拜托江国要好好保护自己 别让被球砸到 江国损坏答应 觉得那是自己的专长 自己是真的保镖 少爷嘲笑他 会被鼓励不能被少爷影响 这样少爷很尴尬 江国努力打球 少爷在爬摸鱼 不信被球砸中 江国心疼不已 可好问他痛吗 少爷故意问 他不是自己保镖吗 江国表示 就是上次手腕打石膏 骗自己的惩罚 少爷对他 刚才保护惠美的事 处意满满 体圣压倒了他 江国惊讶的 又在这里吗 少爷故意问 在这里做什么 江国紧张的吻 不是要打一架吗 少爷让他 别假装天真 江国还想装不懂 少爷坚持 他跟自己应该是一样 想要确认看看 说完就低头要吻他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腐菌猫的观众大郎们 可以订阅一下腐菌猫 打开小铃铛 接收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爱你模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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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小铃铛